韩国在盐平岛受到朝鲜致命炮击一个星期后加强了岛上的安全戒备 韩国军人在盐平岛上巡逻 有关当局禁止居民和记者前往岛上的北部地区 美国军的电视报道 更多的军事设备于上星期运抵盐平岛在上周的朝鲜袭击中 严重受损的军事基地已展开重建工作 星期二美韩继续在黄海展开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美国日本和韩国的外长下周即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 就炮击事件以及朝鲜的核武器项目举行会谈 朝鲜方面保持严厉措辞警告军演可能会引发全面战争 但同时已派出一名高层官员抵达中国进行为期五天的会谈 外界希望会谈能为炮击事件引发的危机提供外交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示威者星期二聚集在首尔 誓言重建延平岛并防止国内纠纷 11月23日位于南北韩有争议的海上分界线附近的延平岛 受到朝鲜炮击 造成韩国两名平民和两名海军入战队员丧生 并导致大量防污起火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